比如说 非生物的部分有四个东西 水表、破窗、二八理论跟木桶理论 这四个东西基本上要记 就没有那么的复杂 所以你可以把它收起来 水表、破窗、二八理论跟 忘记没有关系再打开 木桶理论 水表、破窗、木桶跟二八四个东西 基本上就记忆上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比较容易记得起来 手表、破窗、二八跟木桶 四个东西 当然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讲到更进阶的方法 同样的这个生物的地方 天上飞的有蝴蝶 地上爬的有羊群跟刺蝟 水里游的有青蛙、鳄鱼 所以我们把它收起来 天上飞的有蝴蝶 打开 没错就是蝴蝶 地上爬的有刺蝟跟羊群 水里游的有鲶鱼、青蛙、鱷鱼 碾鱼青蛙跟鳄鱼 这三个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把它记起来 那都记起来之后呢 再试一次 生物的部分总共有六个 天上飞的蝴蝶 地上爬的羊群跟刺蝟 然后水里游的青蛙 碾鱼跟鳄鱼 所以基本上六个东西都可以记得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做了适当的分类之后 其实在记忆的 只要你的脑容量的负荷 你的短期记忆够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就蛮容易记起来了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十个东西统统给记起来 这是第三个阶段 分类的阶段 其实就可以达到还不错的效果 我们待会再讲第四个 第四个方式会更进阶